《大喉》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講場 又來了 我是余榮陽 身邊都有鄭仲輝 是 尹Sir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今集又首先講講粵劇 有關一些人事物 輝哥想跟大家講講大喉 我們以前童年聽 大喉不吃辣椒醬 唱幾句 那個都是屬於一種大喉 你說 大喉應該在演員 用他一種比較粗獷的聲線 去演繹一些角色 譬如我們以前聽過的《大鬧獅子流》 當然這就是武寵 對付西門興 一般來說武寵是用大喉唱的 西門興是用平喉唱的 又或者有些遺曉著三國的故事 爐花檔的張飛一定是大喉 但是有些人有一個角色就是周瑜 周瑜有用平喉唱的 也有用大喉唱的 但是張飛就 我想都沒有哪幾個 有個少年張飛沒有 我沒有聽過 可能沒有什麼人去拍 因為張飛不算是一個突出的人物 大喉呢 我們用一種角色的演繹 聲音的粗獷沙啞 是一個特色來的 大喉你說得對是一個特色 這種是藝術的表現 我就不覺得它動聽的 但是它是一種藝術的表現的時候 你最好看起來它做 不是只聽聲音 而只聽聲音都不夠 最好歌詞有內容 講出一個故事 這個娛樂是多方面的 如果只是聽它簡單的唱 這個不動聽的 大喉還有一件事 是很吸引的 就是它的邏刺 通常那些邏刺都是很精神的 即是所謂大老大鼓 即是你不會睡著的 一被它打的邏刺 你當同欺眼粉都被它彈氣 這個就是大喉的特色 是 全城人就不是多 即是現在呢 在澳門也有份出現的 就是白燕妃 白燕仔 白燕妃 白燕妃 白燕妃就是 你說白燕仔都對 是她外孫女來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年輕的 因為我在澳門有聽聞過這個人士 在香港也都有 香港它有同台英同 另外一位輝過 即不是鄭玉輝 是阮兆輝有同台表演過的 因為阮兆輝也有唱大喉的 是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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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唱大喉的 就很奇怪 很多都是反寸的 白燕妃 她是反寸的 她是反寸的 不知道她是阿婆還是阿婆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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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燕仔也是反寸的 是 另外大家不要忘記 有一個叫妙生 阿妙生也是反寸的 我們都有一集好像提過的 是的 是的 這些都是比較上一輩 當然大家都聽過 如果是喜歡粵曲的人的說話 但是我現在說幾個人 是唱大喉 也是反寸的 我都跟他們 見過他們 是現場表演的 澳門有兩位 是 一個叫做羅艷雄 是 花的名字 艷雄也是很流行的名字 叫做雷公的太太 所以叫做雷婆 另外一位是鄭佩文 不是莫佩文 鄭佩文 是知道 這一位也是唱大喉的高手 這兩位是民姐 因為港澳兩地走 但是羅艷雄主要在澳門 一般唱大喉都是巨廢來的 是 小小的唱不出的 是 另外一位是 就是當時都經常來澳門獻藝的 這個叫做蔣艷雄 蔣艷雄呢 他就貫唱片很多的 他早幾年還活躍在香港的演唱會那裡 但是他就特別了 就是我聽這麼多個大喉 通常極其量 都是大喉加上平喉 極其量的 但是他是三喉的 我都傳過那些聲帶給阿余Sir 你也聽過了 而且他的指喉唱得不錯 所以這個很特別 現在呢 在內地 唱流行曲的三喉有很多 就是 男的聲 然後男的聲 是粗獷的 就是好像千夫的愛 是粗的 也有女的嬌聲 也有 這個就是 後繼是不是小人 你剛剛說的 小人 不可以說無人 小人一定 小人 因為這些呢 我覺得呢 第一個 不容易去學習到 不容易 有天賦的 有天賦的 他的師父呢 是著名的羅品超 啊 那 好了 你說說羅品超 羅品超 是否屬於大喉呢 我覺得不屬於 是的 這些叫做小母喉 就是包括呢 你包括呢 你包括呢 阿長哥呢 他唱《關公月下色雕善》 那我 他其實呢 其實呢 他是用大喉的方式唱 因為他的聲線 令到大家覺得 表達出來就不是的 是的 那 就算剛才說的另一位 白燕妃的外婆 白燕子 他是平喉 唱到老的時候 然後才是大喉 所以現在呢 變成了香港 真的唱大喉 而令到大家認識的呢 我到今天都 就是後一輩來講 少啊 少 但是你都經常在網上 可以找到一些 不過就不是有名氣 有些曲藝社呢 我是聽到啊 有些是唱大喉的 都多數都是比較肥胖的 那因為唱大喉 還有一樣東西欺人 就是一般的大喉的曲詞裡面呢 比較少是純白話的 一般呢 都是中州 中州話為主的 那所以呢 他去創造一個潮流或者吸引一些 中州話等於舞台上的官話的了 他呢 即是變成吸引新的聽眾呢 很難明白他唱什麼 是 我外母呢 都是唱粵曲的 他就是唱大喉的 唱胡灰賣人頭 胡灰賣人頭 這個就是一個大喉的名曲 因為呢 但是呢 如果又說回整個中國的戲曲 其實大喉是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講的大喉呢 並非一定是廣東話的 其實呢 不一定是廣東話 是京劇王 我們現在集中 剛剛提到的就是大戲 就是普通講粵曲之中的 但是呢 通常都是截止戲的 嗯 所以呢 你現在做了一場大喉的戲 多數呢 哪個劇舞多呢 就是我們現在都見得到的 但是他不是純是大喉 他都有一些白話的成分 這個就是霸王別姬 多數呢 這一出呢 就比較流行一些 是 那有些東西都叫他做霸匡 是吧 是 那另外一樣呢 就是以前呢 有個是流行那個大喉 加上小武呢 就是追打掌門神 嗯 這個呢都是挺流行的劇目 但是呢 就是現在呢 因為可能呢 這些唱大喉 真是唱了大喉 就很難回頭 這個很順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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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唱大喉 唱到自己的聲音都變了 都挺辛苦 因為我也聽過一些他唱大喉的演出 嗯 其實呢 你反過來呢 你問啊 他師父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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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炳 他都不算大喉 其實 他是沙喉 人家覺得他是大喉 我說他是沙喉 但是其實他是逼於無路唱大喉 因為他的聲音真的從西就很沙的了 嗯 嗯 所以他一唱到一些霸腔的東西呢 其實他不是說一個唱霸腔的人 或者唱大喉的人 但是你都感覺他呢 好像那種緊迫啊 那把聲線的粗獲 其實有一位呢 他可以唱大喉的 但是他不算 嗯 這位就是波叔 波叔他有一些的曲呢 是可以當是大喉的方式去唱 不過他就不是用這個方式去唱 你說波叔呢 最出名的那首大喉呢 原來跟阿飲姐唱的 是 是 是 他也有一些演出呢 是唱中洲的康 因為呢 有一段時間呢 就很多 香港的藝人呢 上去廣州表演 那當時呢 波叔就唱高平貴取級 但是高平貴取級呢 其實呢 本身這一齣戲呢 是一個雙曲 就是他跟阿飲姐呢 其實阿飲姐當然不是唱霸腔 其實波叔也不是真的唱霸腔的 但是以他來表演這個角色呢 我們可以說他是唱霸腔的 這一支曲呢 我完全覺得 波叔是搶了鏡子的 是吧 因為呢 老實說 你叫阿飲姐 唱 其實他是小母猴 就是阿飲姐就真的不像 白眼仔 或者妙生 這一類的大學 說到這裏呢 我又說回頭了 好像前幾集 我們說阿飲姐一些 日事 原來呢 原來呢 當時呢 是很流行的一個生國 叫做官生 就是專門做官的 官生當中呢 其實最出名的就是白玉堂 白玉堂呢 他唱是不是霸腔呢 他不是唱霸腔 但是他唱的 我們要分清楚 霸腔和中周華呢 中周華不一定是霸腔 不是一定是演官呢 就是霸腔一官呢 有民官沒有官的 嗯 就算有些不是官 他的型格是霸 都可以霸腔 例如張飛 張飛你不可以當他是官的 雖然他都有一個朝廷的職位 在這裏呢 我又要說一些關於尹姐 大家喜歡聽尹姐多一些東西 那麼尹姐呢 其實他是學這個官生 那就是我當時做了幾集 我說他學小母 但是小母他也有學官生的 那官生呢 我們看兩齣戲 他是把這個官生發揮得很好 嗯 第一齣戲呢 就是講那個十咒嚴嵩 大紅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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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場戲 他是不是上咒那一場呢 是很經典的 他都要唱官腔的 是的 那他就是會專程呢 將自己的所長呢 在他的戲裏面表達出來 因為他經常還要說 還憂 就是還有 第二齣戲呢 就是帝女花的上表 嗯 這齣戲呢 這一場戲呢 也是用很多 就是那個官生的表演方式去表演的 所以這件事呢 大家呢 可能我們接受了 就是阿飲姐做一個書生啊 做一些比較 就是 風流 瀟灑 剔躺的角色 原來他在 那個 就是我又分析一下 我又看一下其他的演員 演這個官生戲 說真的 說真的 雖然阿飲姐 是一個女性 但是他做起官生戲呢 完全不弱於男士去表演 而且超越了 用那個官字形容 真的是官仔骨骨 所以說呢 這一方面呢 我們看回去 我們在這裏呢 希望呢 講出這些的欣賞的道向 是 令到大家在欣賞阿飲姐 就是風流剔躺之餘呢 還要懂得欣賞 那你有沒有聽過 有知是 關先生 月下色雕蟬 關先生 關德興 關先生 月下色雕蟬 那兩個 那兩個 護衛呢 就慘了 一個是盧海鵬 不是 那個是無線 他以前有錄唱片 那時是他 年輕的時候 用阿佳哥做名字的時候 即是靚少佳 是的 他也是整起一把聲 那時 一個年輕 其實他呢 老實說 大家覺得 他有時的東西很搞笑 但其實他的聲音 在當時是受落的 而且他有功架 是 他坐在那裏 關公 就是夜讀聖言書的時候 因為他老化 老化 他是集起的馬 是 下面是武衝 所以你陪他做起就大件事 挺辛苦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跟那些 那麽有份量 那麽有實力的人一齊 去表演 否則這個說話 你可能會腳軟到整個逛低 那大猴還有哪些呢 那大猴呢 我想呢 就是我們認識的呢 就是剛剛我所說的 還有一個呢 叫做郭少文 那郭少文呢 是很古老的 就是他是 游走於廣州 和香港之間 當他灌唱片那時候呢 就是香港 但是他 我 他所得的資料呢 我就不是很多 但是他唱得不錯 香港現時都有好幾位唱大猴 不過就是知名度不高 而呢 我也都看過 就是 就是今天我沒有找到資料 或者將來找資料 我可以詳細些 京劇的大猴是影響到粵劇的大猴的 其實京劇 他 那這樣的 我們那個粵劇呢 用大猴 我們 一個粵劇團 不要說歌壇或者曲藝 如果我們 尤其是近代呢 找一個大猴的人 去掛一個頭牌 作為號召 沒有 但是呢 你請說 但是呢 如果在京劇呢 就不同了 譬如沿西海 海 不是海 這個 那就是 他就 當時呢 跟李少春呢 他是做那個 花和尚的 是 他呢 已經捉完 世海 他一個人 即是你講的那位 演員 我都要補充 而不是復辟那個位 那個 海 那個 海 那麼 袁世海呢 他真的 用他的名字呢 就可以掛一個劇團的頭牌 經劇呢 很多時候你聽到 跟坤曲一樣 男的演員呢 是聲音很有勢的 唱出來好像 女仔 但是呢 哇 他的一種 霸腔大喉呢 就很粗獷的 通常就不同 粵劇 剛才我們說到 是反串的 驚劇那些 真是一個粗獷的人 去唱出來的 他們呢 我在這裡 班門弄虎 有些錯的 大家就指正 不要緊要交流一下 其實呢 即是 長哥呢 他學 這個 唱 經劇呢 他用那種 叫做 虎背音 什麼叫做 虎背音 即是共鳴 退後一點 不同的位置 是的 所以 其實 那個 單田戲 高低位都不同 經劇和粵劇都不同 但是 虎背音 這個 這個唱功的絕技 就 源自於 經劇的了 所以呢 你現在看回過來 我還說一說 是 我們粵劇呢 那些爆肯還有幾個的 譬如有一個 張醒飛 一個 笑新拳 這些都是唱爆肯的 但是呢 這些老的演員呢 他們 他們可能會用回 戲班那種的爆肯去唱 是 但是他們呢 就不像 長哥那樣 他們去 即是長哥那樣 雖然說他那個不是正式爆肯 但是他可以呢 去取材於 即是經劇這一種的 以前的音響是不行的 甚至呢 最初是沒有咪的 是啊 那靠你單田之氣 好了 唱霸腔 或者戴喉 就糟了 那種共鳴 單田之氣不同 沒有共鳴 沒有共鳴 是要喝得起才行 是完全不同 那又 你剛才講起長哥 就算他不是唱叫戴喉 那你享受 聽他唱京劇的那種方法 周如歸天這個曲也是不錯的 是的 即是我想呢 長哥呢 經常都是去向高峰挑戰 亦向同行下戰書 是嗎 他夠膽說 誰唱得贏我都夠膽說 是 那除了周如歸天 即是有些京康呢 那另外一個是 很多手 很多手 宋江老實 嚴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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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幾手的 關公瑜 色雕蟬 是 宋江老實 但那個驚味又沒有那麼重 他其實呢 色雕蟬沒有那麼重 其實宋江那一套 明明是曬夜的 大家都認為他 將京劇這種技巧 他除了幾句口白之外 幾乎整段都是用正經康去唱 這個也不算是 現在就講一講 這個不是爆腔 這個叫經康 不是 叫經康 所以現在呢 為什麼當時我們的粵劇會這麼吸引呢 人才背出 這個是真的 但我們都在原場之前講一講 有些聽眾朋友 他未必認識到 什麼叫大喉 什麼叫平喉 子喉就知道了 例如有些 他是唱平喉的 出名的 徐柳先 你都不妨分析一下 平喉和大喉有什麼不同 平喉 就講徐柳先 平喉 其實主要呢 我都剛剛講 是他表現的角色 是什麼角色 是 那種方式 他用這種 一般來說 所以說阿哈哥 這個夢段香蕭四十年 是很突破的 因為他 年輕的一段是用平喉唱的 老了那段呢 是用一種老生猴去唱的 是 大家上網看看 不是說他和羅燕興在香港的時候 是說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和林小群的時候 他當時是年輕的 但是他演到他在戲中 七八十歲 七十歲 那時候呢 他就要拿起那把聲 是的 所以這個呢 都是當時一個大的突破 因為當時呢 各個都是做開小生 做英俊 那我問你一位 就是林延祥 他不算唱大喉 但是我覺得他的聲音可以唱大喉 嗯 這位是千年一遇的 啊 啊 啊 馬思僧 我覺得他的聲音是可以的 但是他唱 可能唱一支歌 他就會殺了喉 不是 馬思僧呢 應該呢 他把聲音唱不上大喉 他這麼大聲唱得 但是他的腔呢 我這麼久聽他就聽不到 他不入於大喉 就是我覺得他可以 他可以唱到大喉 以他的聲音 是吧 但是有些的聲音 是唱不到的嘛 那譬如 啊 啊 黃千歲 他怎麼唱到大喉 那 有一首曲呢 我想都是很流行的曲 就是 什麼美央宮 嗯 那很多人都覺得 這一齣戲呢 就是大喉歌 其實也不是的 那 大喉一般來說呢 他由頭到尾 你佔了七八成以上呢 都是用大喉的方式唱 這個叫做大喉歌 不過有兩段 大喉歌 不算是大喉歌 那我們就襯托 兼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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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在承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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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